- 大家午安 现在这个环境刚吃饱 然后又处于一个非常幽暗的环境 是有点容易睡觉的状态 我今天呢跟大家跟大家带来的这个题目 叫做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野生动物邻居 我觉得非常适合泰鲁的国家公园 因为他的确就是我们的邻居 而且其实在台湾各个潜瞻地区 他基本上真的是可以用我们的邻居来称呼 可是呢可能现在科技的 或是他对自己的邻居可能都不是很了解 更何况是我们台湾女后 来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发现这个头一笔不行 另外一只 好 哎 跑掉了 好 这是我 这是呢我大概从9岁开始呢 就跟台湾女后相处在一起 因为我父亲在寿山呢 是长期做他们的一些研究 跟中山大学的教授一起会去联合发表 跟做相关的研究调查 那我就是从小跟着他上山去认识台湾米猴 可是呢对我来说 我说米猴他就是一个野生动物 但是他也是同时是我的家人 像我的亲朋好友这样 可是呢在近几年呢 大家会发现他上新闻的频度越来越高 然后形象越来越差 如果呢是你 你看到你的家人在电视上被人家说他可以被杀 被可以移除被可以捕捉到偏远山区去 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想象 对我来说我就是觉得一个那是一件很冲击的事情 好 那我们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其他国家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常常听到人家在抱怨说 好像只有我们台湾会有这种事情 其实不是 来 先举例一个 看起来很平和的国家叫做日本 日本呢他们跟这个乌鸦之间的冲突 其实是蛮平坊的 乌鸦呢在日本古代的时候 是誉为一个神兽 为什么 因为日本天皇他们那时候要东征去统一全日本 那他统一全日本的时候呢 他就在路上遇到了一只三只脚的乌鸦 就问他说我现在要往哪里走 然后乌鸦就翘起其中一只脚告诉他说 我那里走 然后他就跟着他的那条道路去 他东征就胜利了 所以呢当时乌鸦可以说是日本的神兽 可是呢近几年他常常被日本都市的居民所讨厌 因为乌鸦很会翻垃圾 而且你在窗台上完全不能放任何亮晶晶的东西 他都会叼走 那乌鸦呢 他还会翻垃圾啊 他的会很有力 他都会把那个垃圾带扯破 所以后来呢他们去用了一个方式 就是他们用一种很密的 很像鱼网的东西 把垃圾整个盖住 甚至是像垃圾桶的盖子加得很重 让他没办法翻起来 去减少他造成大家的困扰这样子 好 那再来凤头苍鸦其实对人没有造成什么困扰 可是呢 你们现在看到这则新闻 他算是台湾首创 让我们这个凤头苍鸦上直播 而且有非常多人去关注他御厨的整个过程 以前的人是不太会关心你御厨关我什么事 可是呢凤头苍鸦他开创了这件事情 可是后来呢他跟人的冲突在哪里 他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鸟爸一个鸟妈 那个鸟妈在过马路的时候被陆杀了 所以现在他们就是当时 这个是经典才发生的 就是那个鸟妈被陆杀这件事情 是经典才发生的 这就是他们跟我们人之间的有一些冲突的部分 好还有就是穿山甲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穿山甲在近几年离社区越来越近 而且越来越容易看见 大家有在注意这件事情吗 穿山甲最近上新闻的频度有提高 但是大部分都是好的 都是大家要保护他 护送他过马路 或者是把他赶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是这样的状态 可是如果今天 今天这个进入你家 或是逛大街的是猕猴 你觉得他上面会显得这么温和吗 会这么温和吗 之前有一只穿山甲跑到我们骑山的民宅 高雄骑山的民宅 然后那两个夫妇就把那个穿山甲这样抱起来拍照 就是要送他回归山里 如果今天是迷猴你觉得会这样吗 好再来 台湾蓝雀 他是我们台湾的特有种 但是他近几年离台北市越来越近 而且甚至像文化大学 文化大学每年在他生育季的时候都会贴公告 请各位学生小心 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阵子很红 就是他们的校长拍到一张蓝雀正在八学生头的瞬间 然后就是告诉大家说他会有这个领域性的习性 请大家经过他的潮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然后大家都会赞赏说 你看文化大学这么有观念 做得这么好 可是如果今天发头的是迷猴呢 好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标题会怎么下了 好再来 但是呢 这些动物跟我们人要是生活在一起 就常常会发生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 第一个像这个鸟类窗杀 在近几年台湾越来越严重 所以像猛禽协会呢 他们就有去推广说 要怎么去防止鸟类窗杀的这个问题 好 一开始呢 他们只有做一只类似猛禽的这个贴纸 贴在这个窗户上面 去阻止鸟类撞击窗户 因为鸟类他没有办法分辨 镜子里面是假的世界 他只能 他就觉得里面有反射就是还有空间 但是其实他其实不是没有的 那后来发现只贴一张是不够的 后来他们又去推广 跟有一些公司去推广说 做网格状的或是雾面的 让鸟类看不到 看不到那个反射才可以减少这个窗杀 在美国这个窗杀是更加的严重 每年是上亿只的鸟类死于这个玻璃帷幕的窗杀 好 好 讲的这个印度花豹是我近几年非常爱拿出来讲的一个案例 因为花豹看起来都比猴子可怕很多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甚至会闯入校园去 然后呢 去雕走男童等等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冲突 是因为呢 这个花豹他离人的居住点是没有缓冲区的 跟泥猴有一点像 以寿山国家自然公园来说 一下山接的就是民宅 没有任何一个缓冲区域 那其实花豹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那但是呢 印度他们去做了什么样的方式 让这件事情得到缓解 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有 也是从NGO组织开始发起 去告诉说 像他们语气很长 所以像这个 在这个影片中的这个花豹 和花豹他是裹到他们的农舍里面去避雨 然后这个农舍的主人呢 就联络了相关的保育组织 NGO组织去说 我现在遇到这个状况我该怎么办 然后相关的保育组织就告诉他说 你就不要惊动他 然后那个农舍里面就避开那个地方活动 然后他们就在里面加了监视摄影机 去拍他整个育幼的过程 然后那个农舍主人后来觉得鱼有容焉 然后他协助了花豹去保护他的小孩子 然后再来他们的国家公园去搞了一个媒体工作坊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你们现在获得资讯可能是从手机上面的LINE FB或是新闻报导 那现在还有一些年轻人会玩抖音 他们大部分的资讯来源都是来自于这里 所以不管是自媒体或是传统媒体或是网路媒体 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们就去办了一个工作坊 去告诉媒体说 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写花豹的新闻 会减少民众对他们的负面观感跟误解 然后呢 再来就是去大力宣扬花豹的优点 因为其实印度呢 他们的狂犬病的疫情还是非常的严重 尤其在我们所谓俗称的贫民窟 那花豹呢 在这些民宅中游荡 他其实会去捕杀这些流浪犬猫 会降低这个狂犬病的传染几率 所以呢让区民觉得说 其实我们跟花豹一起住也不会怎么样 他反而会让我们这个狂犬病的疫情 比较下降一点 让民众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理解 花豹其实不是只有带来坏处而已 他也会带来好处 那还有就是在国家公园跟民宅之间 稍微设立一个缓冲的区域 再来就是让民众去理解 怎么跟他有正确相处的知识 比如说像花豹 他跟在你附近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蹲下 对他来说蹲下就是一个可以伏及的姿态 所以你一定要站着 再来你夜归回家的时候 请你带一个收音机 发出声响 他就不会靠近你 他们利用这样的方式去教育民众说 其实你们可以跟他共存的 只是用对方式怎么相处 这样子 那第一个宣传他的优点 再来去建立正确的知识 所以他其实是一步循序渐进的 去让人民了解说 花豹并不是只是害兽而已 他有可能会为我们带来好处 甚至是理解怎么跟他相处 共同生活 讲了这么多前言 就是要告诉大家 人其实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其实很多人 这边的话大家当然都会觉得 我们人就是大自然 可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 是古林农场 那个停车场 有一位先生 他说他没有干嘛 这猴子就跳进去 后来相关单位的人员说 他那时候正在拿查业带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知道当时我是第一时间 就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有人通知我有这个讯息 那我也有去留言 也跟他讲述了花豹相关的事情 可是这个人一开始的贴文是写什么 他是说他希望 相关单位建立一个电围网 把停车场围起来 那你们知道 武林农场那个地方 他其实也是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而且他已经海拔1500公尺 我们人所谓的自然 有时候是我们喜欢的自然 这位先生当时去 他是要去爬山 要去亲近大自然的 可是他却希望相关单位建立 我也忘把停车场围起来 就是我们人有时候会选择的 我们喜欢的 我们不喜欢的 他就不是自然 但是大家要理解一件事情 其实不管你在任何地方 跟任何野生动物相处 都有他的风险存在 我们不能去选择说 谁就一定要离我很远 谁我喜欢的他就离我近一点 看一点轻松的 大家知道全台湾最常被称为猴子大学的是哪里 中山大学 在下在那边已经讲了八年的课了 但是还是永远都会有他们的新闻 但是呢 很巧的就是 我有一次去上课 就有学生跟我分享说 这篇是他写的 叫做史上最狂的猴子 然后到底哪里狂呢 他就说他那时候正在搬迁宿舍 他就听到呢 窗户旁边吱吱吱吱有猴子在那边吵闹 他就想说 是不是猴子也在搬宿舍 于是呢 他就也不管他 没想到隔了五分钟之后 突然变得非常安静 他想说猴群是走了吗还是干嘛 他就把窗户拉开看 他就睡得非常的甜美 就在他窗户旁边 那你也知道大学生叫顽皮嘛 他就去敲那个窗户把猴子叫起来 然后猴子就起来这样看着他 不然你现在是在叫几点的 然后呢 他就把这张照片给他朋友看之后 就发现他跟我们当时台湾很红的一个电影明星 长得很像 然后后来又有人把他披成就是 睡美人跟睡美猴 所以呢 这跟大家讲一件什么事情 其实台湾猴呢 他就是广泛分布在台湾本岛的浅山区域 那人类呢的活动范围也就是这些区域 所以为什么我们跟猴子之间的冲突会这么频繁的发生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距离太近 我们的生活范围重叠了 才会有这些纠纷跟利益冲突 好 那先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印象中的台湾猴大概是怎样 这是我在网路上随便找的 多到可以选村长啊 横行玉山啊 然后太原猴害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在网路上的新闻 猴子的新闻十则里面有九则都是不好的 那大部分都会说他是颇猴 所以台湾隔前一阵子有一个游客 他被泡面烫伤了 也是因为猴子去拿了他的泡面 所以大部分的人对他的理解就是大概是印象中文这样 那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小段影片 台湾猴眼睛盯着 趁民众一个不注意立刻把银掉被抢走 好多只哦 又可怕了 猴群撒野学生形容就像黄虫过境 看出来 看出来 你看 这满地猴死了啊 有猴子入侵 你看现场 等等 你是否觉得这些场面似曾相似 形容淒淒淹 你可曾想过台湾猴就有着你没见过的另一面呢 随着山区开发 猴群们也越来越习惯自己的家常有人类来做客 然而随着人类来到的数量越来越多 猴群们的家也面临到了灵相破坏 垃圾污染 猴羊 不受夹夹断手脚等等问题 甚至是 居士器终于找到狠心的嫌犯 他在停车场内停好机车后走向画面左方 手拿着食物蹲下来引诱猴子 猴子慢慢接近后 他就立刻拿出木棍 朝猴子重重打下 猴子瞬间被打晕 开始在地上挣扎 猴子 我吃這個叫做什麼 牙蠟 那它是用來幹嘛的 宿舍奇物 台灣蜜猴不壞 牠們需要被理解 而且牠是我們台灣的寶貝 只要我們好好的去跟牠們理解跟享受 我相信人跟動物是有一天可以輪流動作 好 牠只是被牠口水嗆到了 不是得新冠肺炎 大家不要緊張 好 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影片中大部分的媒體 在報導台灣蜜猴的時候 都是以比較負面的形象在呈現的 可是事實上牠的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困境 甚至是危險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 所以呢 我們今天先來理解一下台灣蜜猴 大家都覺得牠是有害動物 因為我之前曾經去嘉義大學 幫牠們那個職病系上一門課叫做有害動物 對請我去講有害動物我覺得有點蠻妙的 那我就會問學生說你們這個 這堂課就是在教有害的動植物 那是對人有害還是對大自然有害 對人有害 因為呢 我常常在民眾的留言裡面看到大家說 台灣蜜猴這個數量太多了 牠已經危害到我們台灣生態了 危害在哪 大家可以舉例嗎 其實你想不出來 可是大部分的民眾就會有這樣的直覺 就覺得牠已經危害到我們台灣生態了 可是台灣蜜猴會排放污水嗎 還是牠會挖我們的山嗎 不會啊 可是大部分大家對牠的印象都是 牠覺得牠是有害的 然後覺得牠數量很多 覺得牠是我們農業損失的元兇 那台灣蜜猴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有害的動物 這個是在中部的松柏里步道 那時候呢 大家常常會抱怨說牠在那個松柏里那邊有一間公廟 然後猴子會去爬電線桿 那有時候被電到了就會導致那個地方斷電 後來呢這一年難得有一個對牠有好的新聞 就是因為當時有一個這個毛毛蟲的蟲派 那猴子很愛吃這種毛毛蟲 牠就把牠吃得很乾淨然後民眾都很開心 叫牠們出門再來不怕頭上有掉毛毛蟲下來 所以呢其實這個是其中一個 再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 日本的猴猴泡湯的新聞 大家知道這個猴猴泡湯當其實在還沒有疫情開始之前 每年都有非常多的攝影師為了這件事情到這個地獄谷去 那還有就是呢 日本牠們的行銷非常非常的厲害 所以你會看到說欸 牠會用這個猴子泡湯來做一個觀光行銷之外 牠們的櫻花季盛開的時候也會利用猴子吃櫻花的照片 去做這個觀光的宣傳 可是當年我們武林農場櫻花盛開的時候 櫻花季的時候說猴子是什麼 說猴子是彩花賊 然後還說要拿槍驅趕牠們 避免把遊客要想的櫻花都吃光光了 這是我們台灣的做法 好還有就是泰國 泰國每年的11月底呢會有一個猴祭 因為他們那邊有一間廟叫做猴廟 這專門呢就是有猴子群會聚集在那裡 他們每年猴祭的時候就會弄一大堆蔬菜刮骨在那邊 那人去那邊就只是圍在那邊拍猴子吃東西 就是這樣而已 可是每年也是非常多人會為了這個特殊的猴子慶典 到泰國去觀光好 好那再來就提到說猴子是不是真的只可以跟農民抵對 這件事情是唯一答案還是它有別的可能 其實呢像高雄我們最常推的一件事情就叫做綠寶標章 就是會去輔導一些農民呢他們去獲得這些綠寶標章 你的農田裡面有保育類動物或者是野生動物出沒 然後你又是友善耕作的話你就會獲得這個綠寶標章 會讓鋼市政府的農業局相關單位去幫你做行銷推廣你的農產品 然後這個是我們合作的其中一個果園 它呢就讓猴子去吃這個菠蘿蜜 所以它會有幾顆菠蘿蜜是他們自己套帶 然後會有狗狗去驅趕 但是有幾顆他就會留給猴子吃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好然後呢我們也跟他們合作去做一些食農教育 現在也是非常流行去教育小朋友 食農教育這也是像去採花生啊 或是去理解這個友善農田裡面的雜座到底是怎麼運行的 怎麼減少這些農藥的用量 甚至是不用用友善耕作的方式讓土地可以有趣 然後還有就是猴子留地這個是雲林的 它是也是留幾顆果樹靠近山區的給猴子吃 然後剩下的由農民呢跟我們的志工去採收 這個是每年也是前陣子去做的時候 每次一出預約大家都賣光光的 但是現在這件事情已經沒有再繼續做了 因為那個祖鳩已經離開這邊了 所以其實這個蠻可惜的 還有就是猴彩桃 大家知道這個嗎 大家知道這個嗎 這個以前很紅欸 但是近幾年也比較少看到有在有在販售 但是我還有看到那個在做這個防猴網的那對 種植水蜜桃的農農夫夫夫有被授綁 猴彩桃它是用防猴網 就是一個透明的網子把那個水蜜桃造起來 然後呢減少猴子去吃這個水蜜桃 然後但是他們後來發現猴子會學習 所以他們後來不是整顆吃 猴子是在那個樹旁邊吸那個水蜜桃的汁 他就沒有直接在 他就是在那邊透過網子在吸那個汁 好 那還有餓水呢 他有做猴猴咖啡 用猴猴去做另類的行銷觀光宣傳 好 講完這些熱熱等的東西 我們現在要開始說糕的事情了 我們現在要開始說台灣猴猴的一些小知識 大家經過這幾天的課程應該已經有稍微理解 台灣猴猴的基礎知識了 但是我還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 台灣猴猴呢 它是我們台灣的特有物種 是其他國家沒有的 可是常常會有人呢 把它跟其他國家的猴子搞混 最常搞混的就是恆河猴 恆河猴呢 它是起源於印度恆河 但是它有另外一個別稱叫做普通猴猴 因為它在亞洲地區非常廣泛的分布 中國有 泰國有 印度有 然後像馬來西亞也有 所以它算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物種 它也是全世界第一個合法出口的實驗動物 當時印度就是利用恆河猴去賺取了非常多 它們出口的這個費用 但現在它已經不能出口 因為現在沒有什麼航空公司願意去運輸領長 募動物 好 那呢 在血緣關係史上面 台灣蜜猴跟恆河猴是最接近的 因為呢 它有可能是呢 從中國大陸東北方 因為小蜜河時期 然後來到台灣 經過長久的地理分割 而演化成我們台灣的特有物種 台灣蜜猴 所以它們兩個的血緣關係算是比較接近的 外型跟大小也蠻類似的 但它們差別最大就是在它的毛色 它的毛色比較偏金黃色 像稻草一樣 那呢 台灣蜜猴它是偏灰的 那再來就是尾巴 恆河猴的尾巴大概跟麥克風一樣長左右而已 但是台灣蜜猴的尾巴呢 大概是等身長或占身體的三分之二長 好 那再講到日本蜜猴 日本蜜猴的毛色跟台灣蜜猴就幾乎差不多了 可是日本蜜猴看起來的體型跟它的毛都會比較大 毛會比較膨 然後它的尾巴只有一球一樣像兔子一樣 所以這是其他國家的猴子跟我們台灣的猴子長的不太一樣的地方 好 大家有看到它的下巴種種的嗎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它的夾囊 常常有人說台灣蜜猴在台灣生態系是沒有功能的 其實台灣蜜猴在台灣生態系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叫做傳播植物的種子 它會一邊走一邊吃 一邊走一邊大便 那它的大便裡面就有非常多植物的種子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知道糞金龜嗎 糞金龜呢 它在台灣通常有分兩種 一種比較大隻的 推糞型的那種 都是以台灣蜜猴的糞便為主食 它用比較小隻的在牛糞裡面的 那個就不是以台灣蜜猴為主食 是以牛糞然後草食心動為主食的 那糞金龜呢 會在台灣蜜猴的糞便裡面產卵 然後以它的糞便為生 那如果今天台灣蜜猴從台灣消失了 至少糞金龜這個物種就會受到很大很大的衝擊 好 雖然你看甲囊很方便對不對 可以邊走邊吃 然後採東西到它嘴巴裡面 可是偶爾呢 會有一些意外發生 就是從他低的嘴巴裡面拋物吃出來的 從他低的嘴巴裡面拋物吃出來的 就是從他低的嘴巴裡面拋物吃出來的 就是從他低的嘴巴裡面拋物吃出來的 然後他離開 他離開 怎樣 就不會怪我 現在雞猴肌動 可以為主食 這個情況很少見啦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也是 笑傻 這樣猴子跟人很像 我去幼兒園的時候 他們也會去搶滴滴妹妹的領事 跟人會有異曲同工之妙 再來講到猴子的性別特徵 大家常會說台灣米猴紅屁股 你看到很多繪本插畫 然後一些視覺印象都把猴子 畫成屁股是紅色的 那你們覺得所有台灣米猴都紅屁股嗎 覺得男生紅屁股的居上 覺得女生紅屁股的居上 好來 這個基本上就是成年的雌性 成年的雌性我們就會跟小朋友介紹說 為什麼他會紅屁股 就會跟小朋友舉例說 我是大人的女生 你們是小朋友我們差在哪裡 我就跟他說 像我我會有胸部啊 然後我的腋下會長毛毛啊 這是我的性別特徵 那男生長大會有猴子 這是他的性別特徵 那猴子成年的呢 他的屁股呢 女生就會開始轉變成紅色的 這是他的性皮膚 性皮膚就像我們的外生殖器官這樣 他的皮膚狀態跟別人是 別的地方的皮膚是不一樣的 那每個女生長的狀態也不一樣 有時候第一次來月經 第一次發情的雌性呢 他的尾巴就會腫脹 甚至會有皺折 那都是正常的情況 所以這個性皮膚呢 每個女生的樣貌會不同 但是基本上你只要看到中年紅屁股 然後呢 他的性皮膚是延伸到尾巴根部到大腿根部的 這一定是彌猴成年的雌性 那他成年雌性呢 是四歲成年 那男生比較晚熟 男生要到六七歲左右才算成年 所以呢 這很明顯就是一個成年的雌性 那呢 像他屁股這兩派呢 是他的行動作點叫做偏脂 我之前去小學演講 他們說這個是香蕉貼片 說很方便可以拿起來吃 我說他有夾囊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貼香蕉在屁股上呢 好 所以其實從他的外觀就可以很明顯的分辨說 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好 那猴子平常都吃什麼 大家在這邊應該都觀察到很多了 但是呢 你只要問遊客 他就會說什麼 人類吃的東西啊 香蕉啊 水果 而且之前太魯閣這邊曾經 應該是天翔 天翔那邊有一個新聞 就是拍到猴子在吃草 然後記者就說猴子都沒有人餵死很可憐 因為疫情期間沒人餵死很可憐 就在吃草 這是他的本性 他本來就會吃這些東西 好 像他會吃葉子 果實 昆蟲 鳥蛋 白椅 這些全部他都會吃 那花他當然也是會吃的 目前台灣米猴已知紀錄可以吃到的東西大概有300多種 他吃的東西非常非常的多樣化 其實不需要人回去干預說給他吃我們人吃的東西其實是不需要的 那猴子呢他大部分吃的東西都是偏植物類別的比較多一點 所以呢他們會靠吃土來獲得礦物質跟微量元素 那很多人就會說什麼他沒錢喔所以在吃土不是齁 那吃土呢是為了獲得這些礦物質 就是以壽山的狀態來說的話他通常是在樹根下或岩壁上的土他才會吃 而且是特定食土區他們也會傳承給他們的子袋告訴他說這個地方的土是可以吃的 那經過研究分析發現呢他們吃的土呢通常會高我們所謂地面上的土的礦物質含量大概有到一倍到兩倍左右喔 所以其實他們吃的土都是有特別豐富的礦物質 所以大家如果月底沒錢的時候可以參考一下 你們這邊的猴子都在哪裡吃齁 來給大家看一下他們的美食秀 大家好久不見又是我猴哥阿銘啦 今天Blog面要來跟大家介紹柴山迷猴美食秘境 來來來不要以為我們迷猴都吃什麼香蕉啦 人類的食物啦 山上植物物種豐富 有許多果實 植物跟葉子 喔你看看 這個銀河花綠綠的果實 吃起來有香菇的味道 是我們最愛吃的啦 啊像是一些羊皮夾啦 一些植物的嫩葉 其實我們也很喜歡 偶爾也會吃地板上的草啦 啊月底的時候 啊不是啦 需要補充礦物質的時候 我們也會到一些土坑裡面吃土啦 補充一些微量的元素 就像你們人類是什麼B群啊 維他命C這樣子 但是其實我們也很喜歡人類裝在塑膠袋裡面 經過這兩位烘煮蟹羊噴噴的食物 如果其實你們也沒有很想跟我們吃 最好 就跟我說在包包裡面 千萬不要給我們看到喔 當然 這些過於美味的食物 對於我們妮猴子身體也不是說很好啦 我們還是吃甜點的熊肉啦 好 我們裡面有一點小聲耶 有辦法打聲一點點 好 來 現在講到一個稍微枯燥一點的部分 叫做台灣民謀的社會結構 大家對於社會結構有什麼想像 有什麼概念 我們人類社會也不是有社會結構嗎 大家給我一點的一杯套吧 可能我在國小太久了 小朋友都很激動耶 都會一直跟我分享 好 大家看一下這張 請問這張狗羊是什麼意思 這叫猴子舉起巴什麼意思 這張照片在不同的年齡層會有不同的結果 你去幼兒園問他說 請問猴子幹嘛舉尾巴 幼兒園的小朋友會說 老師他要大便 為什麼 因為他舉起來才不會沾到屁股毛 然後呢到中高年級呢 他就會說他在展示情緒 他興奮 他開心 他生氣 各式各樣的情緒的表達 然後呢到國中以上 他們就會說 青春期到了要交女朋友 再耍帥 所以他呢顯示各個年齡層 對這張照片有不一樣的含義 那通常到大學出社會 他們就開始參與政治了 他們就會說他是王 他是老大 他是統治者 大家對這個 你們的解讀是什麼呢 我們比較老 好你們比較老 好 那我們像現在去高中生 他們偶爾也會跟我講出這些回答 但是呢他們還會跟我說 他們是母系社會 台灣有兩個原住民族 好像就是以阿美族來說 他是最有名的母系社會 還有另外一個聽說太亞族也是 真的嗎 太亞族 然後呢 原住民族有非常明顯的 這個母系社會 跟父系社會的區比 那其實在動物界也有 可是大家 你們去思考一句話喔 之前有一本課本上面寫說 台灣彌猴是母系社會 由雄性的猴王 統領整個猴群 這句話有什麼問題 不會覺得很問號嗎 小朋友都覺得問號了 難道大人不會問號嗎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們的社會什麼時候開始 開始有社會制度 開始有國王有皇帝有領主 什麼時候 我們開始有封建體制的時候 對不對 請問我們還在血居在那邊專目取火的時候 我們有國王嗎 那猴子聽入血居了嗎 他專目取火了嗎 那為什麼我們會一直這樣覺得 很重要喔 我跟你講 你回去可以教108克剛的小朋友 一直反思 讓他們學會思考 因為我們以前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大人說什麼就是什麼 老師說什麼就是什麼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猴子會專目取火了嗎 不會啊 那為什麼大家會覺得他有國王呢 好對不對 好 這是給大家一個反思的機會 好 現在講到母系社會 什麼叫做母系社會 來 母系社會 母系社會就是以女生為主要的社會結構 叫做母系社會 來 你看他有分高中低位接母系 一個母系呢 在我們人類的世界裡面代表一個姓氏 所以呢 你不要看什麼高中低位接母系 好像就是只有單一的母系 不是喔 大的猴群裡面 他有可能高位接 有同時有姓成的跟姓靈的兩個母系 好 所以他們主要的社群結構就是以母系為主 這個叫做母系社會 那他在他們的族群生態裡面呢 你到底要怎麼去了解 什麼叫父系 什麼叫母系 看外籤的性別是誰 就是相反的那個社會 像大家知道銀背黑猩猩嗎 很大隻的那種 黑猩猩有很多種類喔 有矮窩黑猩猩 有大隻的黑猩猩 然後有一般的黑猩猩 知道喔 好來 但是彌猴只有台灣彌猴 好來 台灣只有台灣彌猴啦 好 那呢 像他們呢 銀背黑猩猩就是父系社會 他們就是男生在一個群體裡面 然後女生是外籤的 這個叫父系社會 然後呢 母系社會就是女生在群體裡面 男生外籤的 這個叫做母系社會 這個可以理解喔 好 再來 那母系社會的世界裡面呢 男生都是流動的 他不會一直在裡面 他要一直流動 為什麼 因為他們擔負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叫做促進基因交流 如果你想一想 這邊是一個封閉型的社區 這些男生都不能外籤 都只能在這裡 他久而久之 他們生下來的小孩就會有問題 就像我們為什麼限制三等親之內的人不能結婚 就是因為要把這個基因不要窄化了 可以理解嗎 好 那他們的社會結構是怎麼運行的 母系社會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叫做繼承 只有女兒有繼承權 那他要繼承什麼 就是繼承媽媽的位階 我是高位階 我女兒就會繼承我的位階 兒子找到要去哪 在外面變成熊丹群跟夫婦 什麼叫熊丹群 你這個問國中生最了解 因為國中生都會在廁所抽菸那個熊丹群 你知道嗎 然後還有在那個 在那邊女生外面那邊竊竊私語的 哪一班女生最漂亮的熊丹群 只有男生的一個小小的群體叫熊丹群 那有種叫孤猴自己一隻的 應該最常在那個天翔的Seven出現那種 孤猴一隻的 這種就是他沒有加入熊丹群 他想要自己一個人單打獨鬥的 他們呢在現在交配季的時候 就會在這個群外面遊走 試圖得到加入猴群的機會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被女生認可接納了 你就會從最基層開始做 叫做群外熊猴 有點像是警衛啊 或社區巡守隊的角色 等到你這個群外熊猴做得很好一點 女生就會再提升你的位階 變成群內熊猴 像是李幹事 或是區仔這種角色 小小的一個小小的幹部職位 那等到你再做得更好一點 就會變成核心熊猴 像是市長這樣子的角色 所以他們的男生能不能晉升上去 在最核心的位置是看誰的接納 看女生的接納 所以我們不會解讀他是猴王 我們寧願來說他是一個市長 然後這時候呢有一些男生就會開始說 所以只有市長可以交配嗎 我就問他說你們是 是不是只有市長可以交配嗎 如果不是他們就不是 因為猴子他是傾向雜交之等 他們不是單一配偶之等 為什麼會這樣 等一下我們後面交配的時候會再講 這段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所以德行這樣講高位階的母猴是可能有不同 可能有好幾隻 對他是一個母系群 就像我們姓林的是林氏中心 懂嗎 就是他是一個群體 他是一個就是姐姐妹妹阿姨阿嬤組成的一個母系群 所以高位階在大社群裡面可能會有兩個 姓林的跟姓陳的抗衡這樣子 可以理解嗎 老師那個 那這樣講來講 核心熊猴才可以翹尾巴阿 不是 不見得 不見得 你現在去看姑猴喔 你們天降抓到了姑猴他都會翹尾巴阿 就簡單來說嘛 簡單來說好了 我們市長也不會特地舉手說我是市長 可以理解嗎 翹尾巴這件事情後面會給你們看別的圖片 先講這個核心熊的部分 第一個 他不是唯一擁有交配權利的人 但是他擁有最高的交配機會 這樣可以理解嗎 再講一個我們年輕人常開玩笑說 人帥真好人醜性騷擾 難道人醜就不能交配嗎 不是嘛 他也可以交配只是他的機會比較少 那帥呢他當然女生比較喜歡 他的機會就比較多 但並不代表他是唯一 可以理解 好 所以呢他們的核心熊猴他們的市長 跟我們一樣四年選一次 但是不能連任 不能連任喔 而且他們也會 因為他做得好不好 或群裡面這些男生做得好不好 來決定要不要繼續跟他在一起 所以他們的平均任期 就是進來這個群 從你進來開始算了就是你的任期了 不管你當到什麼位置 你的平均任期是四年 但是有比較多一點點的 也會比較少一點點的 但是平均就是四年 那為什麼是四年 是因為他們的女生幾歲來預金 我剛剛有講 四歲來預金 避免近親交配 所以男生為什麼要一直流動 因為要讓這個社群裡面的基因 一直有新的 不能一直都是同一個人交配 這樣理解嗎 動物的族群能不能存續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基因多樣性 這個社群的基因多樣性夠高 這個族群的社群多樣性 這個基因多樣性夠高 他才能一直永續的有子彈 而不會滅絕 可是如果基因多樣性下降了 就有可能會造成他們族群的滅絕 好這段問題 好在下面 好為什麼我們會一直講猴王 就是因為我們受西遊記 美猴王孫悟空的影響真的是太深了 他用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歷史 告訴我們我們就是有光這件事情 一定要有一個大統領才可以 可是動物他們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來你看小猴子也會舉尾巴 他們在跟著社群移動的時候 你們仔細看 他這種剛出生五六個月的小屁猴 為了跟著媽媽 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要那麼弱小 他也會舉尾巴 好女生也會舉尾巴 這個舉尾巴有兩個意思 你會發現他跟剛剛平平的舉不一樣 他是俏屁股的 這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 他遇到高位階的雌性經過他旁邊 他的位階比他低 然後高位階有點在瞪他 他就為了讓他自己不要被欺負 他先向對方展示臣服的意思 所以他先撬屁股給他看 說我是低位階你不要欺負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交配劑的時候 女生要跟男生表達他可以交配 他也會把屁股撬給他看 所以他這個伏低姿態的撬屁股 有兩個意思 好再來給你們看動態的 醜刺女 醜刺女 有沒有發現他舉得很漂亮 你要去哪裡 你還終於拍到胸部了 你是女生 為什麼我要一直追求他的性別特徵呢 因為路人不知道 看到他這麼豐語 又舉尾巴舉得這麼漂亮 他就說他是誰 猴王 台灣的新聞你隨便喊 斷臂的叫斷臂的猴王 獨眼的叫獨眼的猴王 在果園的叫被驅離的猴王 只要是男生 只要會舉尾巴 通通都叫猴王就對了 可是事實上在動物的世界裡面 舉尾巴不是一個意思 他是有很多意思 在不同的狀態有不同的意思 根據他舉尾巴的狀態 還有他的形態 會有不一樣的解讀 就像我們人 我們光是喔或嗯都會有不一樣的意思 很積極的時候嗯 然後敷衍的時候嗯 對不對都不同的意思 更何況是動物 他們一個表情一個動作 其實也代表很多意思 只是我們過去不曾好好的去觀察跟深思這件事情 所以我光是要講沒有猴王這件事情 我就耗費了非常非常多的力氣 跟要找文獻 可是你們又發現 要說有猴王這件事都不用文獻舉例耶 不覺得嗎 然後現在台北市立動物園已經正式把看板修正了 他們也沒有再講猴王了 現在已經是講核心熊猴了 我光是做這件事情要修正這個名字 我已經說十年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漸漸走向平權去威權化 也希望給小朋友的教育不要再有這種權威式的想像 好 講到他們的交配了 之前呢在東部這邊有個新聞 就是女遊客站在那個欄杆旁邊 然後猴子在欄杆上面交配 然後那個新聞標題寫說太猴級 女遊客花容失色 好 猴子呢 他交配的季節就是在現在 每年的十月到隔年二月是他們的交配季節 他們的交配時間是季節限定的 好 不是說一年四季都在交配 所以他們就是在這段時間 因為他們是雜交制的 所以他們就會在這段時間拼命的找有機會的對象 好 所以呢他們呢 在這個季節會進行交配的活動 那在交配期有些人就說猴子在發情的時候 會不會特別的煩躁或特別的凶 其實基本上是不會 但是第一次來月經的雌性 你如果看到他屁股很腫 他的確是會比較煩躁 但是不會針對人 對 對於人他們不會 除非你全身連滿洋芋片 不然他不會想要理你 他們現在這個季節就是一直拼命的找對象 來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雄猴的一日交配日常 作為一隻雄猴 這交配技是很辛苦的 首先 我們要努力的四處嘗試自己 要眼觀四面 耳聽八方 遭沒有機會的對手 有時候還要搖搖樹枝 告訴周遭的競爭對手 我們很強 每一格交配的時候 唉 只好自己DIY 但偶爾也會有不喜歡的女生跑來寫愛 只好裝作 沒感到 好不容易遇到犀儀的對象 那先幫他禮貌培養感情 最後才終於換的 一手一手機會 好 交配給我們真的很辛苦 不說了 我先小睡一下 好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熊猴的眼睛牽紅眼線 這也是他的一個性別特徵 只有熊猴的眼睛後面會牽那個紅眼線 然后他们在交配季的时候 女生的屁股会变得更红 然后男生的脸也会转红 所以这是他们交配季的一个性别特征 这边有没有问题 交配完当然就生小孩 很多人都觉得台湾蜜蜂非常会繁殖 但是他们一年就这一段生育季节 一年就这段交配季节 每年的生育高峰期是在4到6月 是他们生育的高峰期 因为他们怀孕大概5个多月 人类的一半左右 所以大部分的人会误会 他们一年四季都在生 其实一年四季都在生的 大概是只有少数的等待我们才会这么做 猴子他们基本上大部分野生动物 交配都是有时间限定的 好那刚出生的小婴猴呢 他们一次都是生1到2只 会有双胞胎 但是几率非常低 像瘦山今年只有生一对 双胞胎怎么看 你就看两只都会在那边 吸嘞嘞嘞的那种就是双胞胎 但是你要分辨刚出生就是4到6月那时候 刚出生的时候如果有一只母猴爆两只 那个就是双胞胎 如果隔了三四个月之后 你再看有母猴会爆两三只 那个都是假名 是阿嬷有时候会偷抱女儿的小孩 或是他们觉得抱越多 很像越有钱这样子 他们会有这样子的状态 然后呢 其实小儿子刚出生的第一个月 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他们死亡率其实在第一个月 就可能高达22%这么高 所以并不是大家所想象说 生了就一定会存活 或者是他们的生育率很高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 他们整年的周期大概是这样 交配季呢是10月到隔年的2月 怀孕期呢大概5个多月 人类的一半左右 那呢生育的高峰期是4到6月 那换毛季呢就是在生育的时候 就会一起换毛了 好 这是正常换毛的状态 会非常的稀疏 毛会看起来很丑 这时候游客就会问你们说 猴子是不是得皮肤病 台湾的猕猴呢在每年夏季的时候 都会换毛 所以这个是正常的 正常的换毛状态就是这样 然后你们没有看到小猴子的手在这边 所以他把他妈妈这一整片都抓得没有毛了 这个都是正常的 可是呢 来 这个是不正常的 这是今年10月份拍的 你会发现他的头的毛 跟手的毛都还有 尾巴的毛也还有 但是身体没有 这个叫做压力脱毛 陈真正老师有跟你们上这个吗 有吧 陈真正老师呢 他一开始是在寿山发现这个状态 但是我从大概两年前开始 我发现全台湾各地都有这个状态 去年在墾丁很多只也是这个脱成这样子的状态 然后很多人就会担心他们的状况 那更多民众问我的是猴子他有什么压力 他又不用上班也不用考试到底有什么压力 我以寿山来举例好了 寿山它是一个国家自然公园 可是他是没有限定民众入山的时间 他也没有限定这个游客人次 所以几乎所有国家公园 很多人有点在追逐游客的入园人次 而且寿山国家公园 他是几乎24小时都有游客 早上五六点就会有阿公 带着那个收音机在那边隐昂高歌 晚上十二点一点都还有年轻人在带头登夜旁 那是一个完全跟人类分分刻刻相处在一起的地方 然后呢那边是一座很小的山 但是每个登山客都会带棍子 这就是他们的压力 然后还有就是七地切割 寿山它是一座横向的山 但是它里面有什么 它里面有庙有大学有军事管制区 有国家自然公园还有动物园 所以它虽然是一个国家自然公园 但是它切割的非常的零碎 野生动物它要有一个完整自在的七地 其实是非常少的 这就是他们的压力 今年满严重的 今年一个区域里面五六群里面 大概有四群都有脱绑的状态 但是其他地方目前还没有看到别人回馈 但是去年恒春肯丁是有的 然后台南乌山也有 我们有啊 你们有 你们连泰鲁阁都有 去年九月 你看泰鲁阁这边感觉已经没什么压力了 连你们这边就有 所以其实整体的环境压力是很难去做改善的 我必须说 现在大概只有宜兰福山没有吧 对我真的觉得大概只有 因为宜兰福山它有限制入园的人 所以我觉得大概只有那边才比较不会有 好 这个状态其实就是没有办法解决了 但是通常到明年春天就会再长出来 像这只它最近已经长出来了 它可能最近有获得胶片 有点施压了 它最近已经长出小细毛了 好 那它们刚开始如果是正常的换毛呢 一开始它的毛会看起来比较粗 然后呢中间这段最常被民众误会说 它生病啦 然后或营养不了 那其实它就正在换毛 那猴子换毛呢 是从头顶或尾巴开始换 通常在交配剂前就一定会换好 如果交配剂的时候还没有换 就表示它有点压力太大了 好 来我们看前面这个毛很短 有没有 这个就是刚刚换好的新毛 后面的毛比较长 这个都是还没有换的 好 再来 这个在干嘛 好 我再自己回答 它在拎毛 然后很多小朋友都会有一些既定的观念 就是它在抓跳蚤啦 它在吃严厉啦 等等 但是其实呢 猴子每天光是花在拎毛的时间非常非常多 至少28%以上 它闲着没事就一直拎一直拎一直拎 拎自己或拎别人 所以它身上有跳蚤的几率非常低 好 跳蚤的主要技术对象是猫狗 猴子身上比较少 它一直整理都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盐可以给你吃 所以他们这个礼毛活动主要是一个社交行为 通常是妈妈跟小孩最常进行这个礼毛行为 还有什么 结盟关系 我刚好说他们母系社会里面有分高中低位阶嘛 各种不同的位阶之间的母系会结盟 来对抗别的母系 然后女男生跟男生也会结盟 还有男生要讨好女生要获得交配的机会 也会用礼毛来表示自己服务态度很好 来给你们看一下他们礼毛的状态 你好 我赶紧 你 оп 我每 Gates 你赶紧 你赶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实他不是真的在吃 可是忍就一直觉得他在吃 他有时候会沾那个口水去顺那个毛 他不是真的有塞东西到嘴巴 他通常塞进去都是gampi 那个结痂啊小细毛啊脏东西 其实真的是稠的几率真的蛮低的 那因为以前就是觉得 有毛的东西就很容易有跳蚤 所以其实大家都会误解说 他们好像很脏啊 或是身上有跳蚤之类的东西 其实大家应该也有跟米猴比较稍微近的观察过 如果他真的有跳蚤的话 大家早就被咬得很严重了 其实不太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那其实像陈真真老师 他之前在寿山去做了一些彩样 发现猴子身上有跳蚤的几率比较低 但是他们很容易有那个样蚌 就是我们说的蚌类啊 会寄生在胸口这里 而且都是靠近薰刺管制去的 因为蚌是透过那个老鼠传播 那居士管制去那边的厨房有很多老鼠 那靠近那边活动的猴群就比较容易有 那一般的猴子其实身上不太会有这个东西 好 那他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知道他已经不是保育类动物了 那你们知道一般类跟保育类差在哪 差跌对 分享一下 不然我怎么知道你们哪里知道哪里不知道 基本上也不是什么都不行 要看等级 我们搞保育类分三级 第一级是最珍贵的 你连碰到他都不行 第二级呢 就稍微比第一级的数量比较没有那么评委了 但是第二级还是不能去做相关的运用 像是医疗啊 实验动物这些都不行 第三级保育类的时候 你就可以从事一些实验动物的策略了 所以当时猴猴有被降到第三级 后来才被降为一般类 那一般类跟保育类到底差最多的地方在哪 在于保护的区域 保育类动物不管它在哪里 你都不行弄它 可是一般类 比如说在太鲁阁这边 我只要走出了这个国家公园范围 我就不受保护了 一般类野生动物就是这样 所以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新闻 那时候闹得很大 就是有民众就是有一条那个男公 凑青公凑青母那种一般的蛇 跑到他家 他就把他大切八块 然后偷到龙路上 这个算虐杀 可是他有没有被罚 没有 他没有任何的罚则 因为野生动物是归野宝法管的 然后野宝法里面有一条弹书 叫做第21条 只要他让你有感觉到生命财产的威胁或损失 你可以把他人道处理 不用通报主管机关 所以这条呢 造成一般类的野生动物有非常非常大的盲点 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讲猴子的困境的时候也会讲到 所以其实一般类野生动物 当时猕猴要移除到在保育民路里面的时候 我们最反对的不是他被移除这件事情 而是到底他后面的配套措施有没有做好 好 首先第1个 就是流浪动物 你们这边应该稍微少一点吧 阳明山国家公园就很多 所以他们后面也去立法禁止民众在国家公园境内 去饲养流浪动物的这个问题 可是目前在受伤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然后所以他们也去找了一些民间单位来做抓杂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阻止这样的情况 每年光是三枪或猕猴的幼猴被狗狗咬死啊 受伤真的是不计其数 尤其是三枪是受害最严重的 所以其实像流浪动物的问题是一个现在 各地可能都有点面临这样的状况 甚至是收容所抓了可能还会再回放到圆区一区的 好 还有就是猫 这是猫喔 这不是食物 这是猫 先讲这是猫 这个呢 可以算是 发起我们跟民众沟通的一个起源 因为大家知道 对年轻人来说他们很着迷于看有猫的东西 所以有猫的触及率都很高 光是这张照片 它是上千转载 在当时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那当时他被报导的时候呢 都是说他在虐猫 然后并且说他是 就是一开始就说他是母猴啦 说他怎么小孩死掉了 他想要抓猫来抚慰他的心灵这样子 那其实他当时呢 在这个猫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人说要杀害他 然后甚至有人去打他 或想要杀他 这么激进的状态 那其实呢 这只猴子他是熊猴 以受伤的状况来说呢 他们不只会抓猫 他们还会抓赤腹松鼠 然后都是男生抓 不是女生喔 都只有男生会抓 然后他们就会抓着在那边 很像自己在照顾小孩这样子 可是他们不能理解的是 为什么我都已经这么细心呵护他了 他还是越来越虚弱 他们不太能够理解这件事情 他们就只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孩 可是他们没办法做到 所以他们就会去抓这些柚体 来假装自己照顾这样子 好那这只猴子呢 他当时总共抓了大概七只猫 好像有六只都摇在我家 好他是猫中途 我是猫中生 所以呢当时其实我不太会干涉 他们去跟其他的动物互动 可是因为当时他已经闹到 有人在网路上放话说 要去买那个非法的麻醉药来射杀他了 我们才去做相关的处理 而且当时流浪动物的志工 也一直不断的跟我们求助 这个他抓猫的事情 所以我们才会去把这些猫抓下来 来给大家看一下他的独立纪录片 他是全台湾唯一一只猴子 有自己独立纪录片的 唯一不会再有别人了 因为他已经消失在这世界上了 所以现在就只有他有独立纪录片 今年发生那个抓猫的事件 平常你们能去抓一定是抓不到 一定不会靠近 我们各种女儿因为跟他相处那么久 所以我们抓也要会一般功夫 一定要两个人才有办法 如果有色情的话 你就要先把色情吃离开 让他跟那些群外的在一起才有机会 但是他对那些猫真的非常好 他们身上是非常干净 一点寄生场都没有 没有 你tengit 苛杨 你老三啊 你最好认你 最好认你 小猫的动作都是要乖乖啦 我现在跟你耗 上次第一次装的是10点半 耗到一点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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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